表明原警不幸殉職 而林姓嫌犯被逮之後公稱說 是被潑灑了辣椒水情緒失控 法醫高大臣認為這根本就是藉口 質疑嫌犯的心理狀態無法再教育 那麼對於立法院長游錫坤震怒 說他反對死刑 但是殺警察應該要判死 高大臣則驚呼說 非得要殺到的自己人 才說反對死刑 並表明自己反廢死的立場 我感覺這是什麼的藉口 沒辦法啦 這種人沒有辦法再教育 殺警案諸多疑點 法醫高大臣首先質疑 嫌犯一年多錢才因加重強盜等罪 被判八年四個月 怎麼會在沒有圍牆監獄的外疫間服刑 如今林姓嫌犯逃遇還殺兩警 廢死議題也再次掀起討論 我是反對判死刑 但是像這樣一定要判死刑的 不應該殺警察 對此法醫高大臣不滿 非得要殺到自己人 才說反對死刑 難道平民百姓的生命 就比較不值錢 從原警身上多處刀傷就可見嫌犯下手多凶殘 高大臣認為只要證據確鑿 就應該要判死刑 才能還給被害人和社會大眾一個公道 據從陳一傑 台中報導 大臣 唔心